阿里巴巴取得了卓越的成功 11月11日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可是对于阿里巴巴来说 事情则有些不同 在这一天 消费者的狂热消费 让阿里巴巴在线平台的交易额 很轻松地就突破了60亿美元的记录 390种在线商品可供选择 在周二 五大区区域同时加入 今年的成交额要大于去年 2013年 光棍节的概念 是阿里巴巴在2009年开始创造的 同时淘宝网和天猫网 也是为阿里巴巴增加销售额的利器 在今年11月11日 阿里巴巴在线平台销售量 要远远大于我们最为熟悉的购物节 黑色星期五 阿里巴巴的股价也随之上升 2.5%到了117.46美元 今年的购物节是全球化的 这也导致了销售额增加速度的加快 只用了不到八分钟的时间 销售额就超过了114.56万美元 阿里巴巴的预期销售额目标是82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去年的55亿美元增加了43% 在今年的9月19日 阿里巴巴赴美上市 创造了美国的最大记录 筹资规模达到了218亿美元 该股价和收益率预期仍然会增长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经济新闻 请持续关注我们商品角节目与市场一览 下次见